深夜不再孤单,读书与你相伴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读书 苏世曾说,一点浩然气,千里快栽风 一个人的性格,气质,素养,格局所形成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 是一种自内而外散发的无形的力量 就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气场 有的人普质无华,却魅力四射 有的人珠光宝气,但散发铜锈 有的人内心温和而庄重严肃 有的人不怒自威,而令人生畏 有的人陷于困境,而不失骨气 有的人身处责难,却包容大气 气场,是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精神名片 它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经历岁月洗礼,内心修炼的结果 它综合反映了一个人的学识 表现了一个人的心态,更透露了一个人的素养 它看不清,摸不着,却是一个人精神内核 发挥着巨大的能量 今天,深夜读书,与您分享一篇深度好闻 一个人越来越好,从改变自己的气场开始 一,控制脾气,养静气 曾看过这样一则欲言 一条蛇想找食物吃 它悄悄地爬入了一个木匠的工作车间 不小心被巨子划伤了 蛇愤怒地咬住了巨子 然后把自己的嘴也划伤了 它以为巨子在攻击自己 就决定用整个身子缠住巨子 让其窒息而亡 于是,蛇用尽了所有的力量 最后,蛇被巨子弄得满身伤口 鲜血淋漓地死去 愤怒,发火,解决不了问题 有时会把自己带入黑洞 就像这条蛇,因为发怒 骇人不成反伤己 梁石秋说,血气沸腾之际 理智不太清醒 言行容易愚愤 愚人愚己都不宜 人在生气时 很容易失去理智,做出错事 如何消除自己的怒气 成为一种修养 也是一门学问 古代名人 在消除怒气方面 都有自己的高招 西门报 战国时魏国人 著名的政治家 水利家 他性情暴躁 容易动怒 为了消除愤怒 他就把一张柔软的牛皮随身携带 每次要发怒时 就用手摸熟牛皮 分散精力 控制脾气 唐代宰相李那性情急躁 但酷爱下棋 下棋时神情安详 极其宽容温和 他往往急躁 要大发脾气时 家里人就悄悄将棋放到他面前 李那件棋马上和颜悦色 拿起棋子摆弄棋局 于是就把满枪 怒气全丢脑后 发脾气是一个人的本能 但控制脾气是一个人的本事 管理好情绪 就能让理性控制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从而把命运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当脾气来临时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喜好 找到合适的制怒方法 就能让心静下来 静下来 用乐观积极的态度 寻求解决之道 一切都会朝好的方向发展 你的亲和力 就会越来越强 二 收敛傲气扬骨气 诸葛亮在《江界》中说 不傲才以娇人 不以宠而作威 不依仗自己的才华 而在别人面前表现出傲慢 不以被宠爱而扬威 学会收敛傲气是一个人的素养 孙权的堂弟孙角能争善战 为东吴政权的稳固立下了汉马功劳 孙角是个人才 却心气傲慢 对于异性的东吴将领 很势不屑 经常对他们出言不逊 还曾经侮辱过大将甘宁 孙角的行为 显然不利于东吴政权的巩固 为了调和孙氏 和异性大将官员们的矛盾 孙权给孙角写信 进行规劝 他在信中写道 夫居静儿行俭 可以临民 爱人多容 可以得众 孙角听从孙权的建议 向甘宁赔礼道歉 两人握手言和 后来还合作无间的共同作战 退一步海阔天空 也能网罗人心 孙权对孙氏和异性采用 不偏不倚的态度 矫正了孙氏家族的交衡任性毛病 立下了孙氏公正无私的好家风 也为无国政权的稳固 打下了好基础 有一句话说得好 傲气是失败之源 傲骨是立身之本 傲气之人 往往自命不凡 目中无人 交衡任性 而失去人心 亲手为自己挖掘陷阱 谦逊之人 往往有敬畏之心 尊重他人 做事低调 吸引他人靠拢 故而成就大事 收敛傲气 修养一身傲骨 一个人就如虎天意 千魔万机更坚进 吸引力会越来越强 三 并弃小气养大气 寻子飞向中说 君子贤而能容罢 知而能容余 薄而能容浅 翠而能容杂 君子贤能 而能容纳无能的人 聪明而能容纳 愚蠢的人 知识渊薄 而能容纳 孤陋寡闻的人 道德纯洁而能容纳 品行博杂的人 涵养大气 是一个人的格局 北宋明相吕蒙正 对人宽容有雅度 连宋太宗都说 吕蒙正气量 我不如也 吕蒙正年幼 其父吕归徒 与母亲流逝 感情不合 净绝情地 把他们母子俩赶出来 生活窘迫的 吕蒙正寒窗苦毒 考取功名 踏入仕途 他把父亲迎到家里 侍奉周到 直到终老 吕蒙正的宽厚大气 不止对自己人 对外人也一样 吕蒙正刚被任命为副宰相 第一天入朝走马上任 意气风发 走在大殿上 突然听到有人说 这小子也当上了餐只正事呀 面对这盆当头冷水 吕蒙正装作 没有听见 走了 但是 但是 与吕蒙正要好的同事很不满 要追查此人是谁 吕蒙正急忙制止 不让追查 下朝以后 吕蒙正的同事 吕蒙正的同事仍然愤愤不平 后悔当时没有带住那人 吕蒙正则说 如果知道他的姓名 就会终身不能忘记 不如不知道为好 吕蒙正的大气 体现在容人之短 容人之言 容人之过 他知人善用 还向朝廷推荐了 经常说他坏话的老同学温仲书等 常言说 在相度里能称传 吕蒙正为人处事 容人大气 难怪后人评价说 当官当如履蒙正 大气 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气质 是一种成熟宽厚的气量 是一种从容进退的气度 是一个人内在品质和涵养的 不自觉的外露 大气做人 就要厚德载物 雅量容人 坦坦荡荡 身正为范 不轻易拿自己的涵养 挑战别人的浅薄 当你能做到战胜小我 成熟大我 你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强 控制脾气 以养静气 人的亲和力会越来越强 收敛傲气 修养骨气 人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强 病气小气 涵养大气 人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强 亲和力 吸引力和影响力就形成一个强大的气场 向四周发散 吸引更光明 温暖的东西到自己身边来 从现在起 控制脾气 收敛傲气 定气小气 强大你的内心 扩大你的格局 掌控你的气场 成就人生的高度 提升人生的境界 庄子 智乐中说 杂乎盲目之间 变而有气 气变而有行 行变而有生 气化而为生命 而生命的延续 又靠一口气为戏 锐气 是一场华丽的逆袭 人生不过百年 转瞬即逝 没有拼搏过的人生 终将是一张白纸 被称为 修其至凭一完人 的曾国藩 其实天资平平 他的成功 离不开百折不挠的锐气 曾国藩带领乡军 与太平天国作战 想不到一开始竟遭遇惨败 连他身边的好几位军师幕僚 都被对方杀了 元气大伤 但曾国藩 屡败屡战 正是靠着非胜不可的决心 最终扭转乾坤 1967年 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 曾经用狗做了一个经典的实验 把狗关在笼子里 风阴气一响 就开始惦击他 狗想逃弹逃不掉 多次实验后 风阴气一响 把笼门打开 狗立刻倒地身影 而不是逃跑 这项实验被称为 习得性无助 习得性无助 这一心理现象 常常出现在我们生活中 做生意持续亏本 婚姻遭遇叛 职场每况愈下 生活举步为奸 生活给我们出了一道 又一道难题 把我们当初的激情消耗殆尽 我们就像曹贵论战中 描写的那样 一鼓作气 再而衰 三而劫 如果退让 最后必然溃不成君 只有刚强 困难才会为你让路 诗中有云 有智者是净成 百二情观中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 三千月甲可吞无 即使身处逆境 只要不失去向上的锐气 意念就会激发身体 产生巨大的能量 从而改变时局 实现抱负 骨气 是做人最大的底气 徐悲鸿曾经说过 人不可有傲气 但不可无傲骨 早年 他欧洲留学 当时 中国很落后 中国留学生 也因此常常受到歧视 在一次聚会中 一个外国学生说 你们中国人 又蠢又笨 根本成不了才 只配当亡国奴 徐悲鸿被这番话激怒了 回应道 冲你这句话 我们比一比 看看到底谁是人才 谁是蠢才 从此以后 徐悲鸿更加发愤学习 去博物馆学习临摹的时候 常常带上一块面包 一壶水 一做就是一整天 他的努力感动了 法国画家达养 达养邀请徐悲鸿到他的画室 并亲自指导他画画 经过一番努力 终于学成归来 成为一代大师 俗话说 人可以穷 但不可以无骨 人若没有骨气 就像是无根的飘平 生活变得麻木不已 而有了骨气的支撑 我们就可以变得无所畏惧 勇敢地躺过苦难的河谷 攀越重重山栏叠杖 抵达光明之境 智气 创造无限可能 孟子有云 福智 气之帅也 气 体之充也 当一个人有了志向 身体就会激发全身的潜力 帮助他去完成 王阳明从小至存高远 当时 世人皆以步入仕途为荣耀 而他却想成为一代圣贤 然而他的圣贤之路 却充满了艰辛 因为得罪了奸臣刘瑾 而被停仗四时 流放贵州农场 在条件艰苦的石洞中 他持之如心痛 不忘 圣贤 梦想 终于误得 心极理 的命题 他一生战功赫赫 力挽狂澜 稳定了那个风雨飘摇的王朝 后来 他急流勇退 此观讲学 将 知行合一 哲学思想发扬光大 临终前 他留下八字遗言 此心光明 亦负何求 为了梦想 王阳明始至不渝 忠诚伟业 心理学上有一个 皮格玛丽翁效应 认为信念是一种惊人的力量 只要相信能行 就一定可以做到 每个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只是我们没有调度他们 听过一句话 是不可一日无至 任重而道远 当你确立了人生的方向 就不会到处乱撞 有了目标的人生 气场被全面打开 潜力得到更好发挥 格局更上一层 人生天地间 气场不同 层次不同 有人活得苟且 有人活得坦荡 生命是一场 向死而生的旅行 也是一场 不断突破的自我修行 愿你我 在这场修行中 锐意进取 勇于向上 修炼更加积极强大的气场 成就更好的人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开启小铃铛 你的鼓励 是我最大的支持 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期待与你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